获班全县捷径家园第一名的吉安乡 再推出烟地不落地政策宣导 7月5号在黄昏市场前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带领清洁队 环保志工走上街头展开捡烟地 不乱丢烟地宣导 并赠送随身烟地盒给瘾君子 而同时吉安乡即日起会进行稽查取缔 请大家不要乱丢烟地 落实环保稽查 洁净家园人人有责 吉安乡环保稽查人员 即日起将加强取缔乱丢烟地 乡长游淑珍5号下午率领清洁队员 还有环保志工 从哈喽公园出发展开了捡烟地 还有宣导烟地不落地的政策 烟地的烟地头会残留许多的一些有害物质 甚至于是十倍以上的一个塑化问题 以及化学药剂 影响我们的生态跟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吉安乡希望能够我们用举手之劳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共同宣导我们爱护地球 捷径环境健康身体就让我们烟地不落地 同时吉安乡即日起要来做取缔乱丢烟地的活动 因此无关你是开车乱丢烟地 骑摩托车乱丢烟地 走路乱丢烟地 小心我们一定会落实来做劝导跟取缔的作为 请大家一起来共够健康平安 吉安乡清洁队表示 未来会运用行动式摄影机露营取缔乱丢烟地 最高可被罚6000元 除了取缔罚则 乡公所也设计了烟地盒要送给民众 只要减10根烟地 就可以换取一个客制化的烟地盒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厂长游淑珍请大家一起来遵守烟地不落地 省护亲近家园的吉安乡 介续会吉安乡报导